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前受到台股投资人高度关注,多家投顾看好明年股价续创新高,后市甚至被喊上2000元。 对此,法人认为,比起先进封装产能供不应求,明年真正的瓶颈会使300米产能受到瞩目。 市场多半看好台积电,明年改写1525元历史天价,永峰投顾开除目标价1917元,第一金也给予1800元目标价,摩根士丹利大摩给出1688元目标。 台积星光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则认为,台积电涨到2000元是迟早的问题,但关税战和232条款要赶快落幕。 台积电持续受毁人工智慧热潮,先进制成与先进封装订单满载,工商报道,腾旭投资投资涨分析,比起先进封装产能,三大米制成才是明年真正的瓶颈。 其进一步说明,由于台积电三奈米并非单纯依赖新厂,而是同步启动既有产线的优化与转换策略,如将7奈米、5奈米产线转进3奈米制成,借此提升整体的资本使用效率。 言下之一代表,台积电产能优化将是进一步提升明年盈运的关键。 事实上,台积电七月法术会上,董事长魏哲嘉就曾表示,5奈米产能吃紧,3奈米更吃紧,台积电利用7奈米产能支持,尽量缩小供需缺口。 根据台积电第三季财报显示,先进制成占比高达74%,其中5奈米最高达37%,另外3奈米占比为23%,7奈米则为14%。 魏哲嘉此前出席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年度最高荣誉,罗伯特诺伊斯奖颁奖兼礼时就表示,先进制成不够,不够,还是不够,凸显。 为此,据日经新闻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台积电计划于明年夏季,启动其亚利桑那州21号晶圆厂二期专案的设备搬入工作。 待各类配套设施及生产设备于2027年完成安装调试后,该厂将可依托3奈米制成工艺,开展晶片量产,较原计划提前数个季度。 若日经新闻的报道属实,台积电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大约7月至9月正式启动亚利桑那州21号晶圆厂二期的设备安装工作,目标在2027年实现投产,较原定于2028年量产的计划提前数个季度。 台积电方面表示,该公司亚利桑那州21号晶圆厂二期的图建工程已于今年竣工。 在厂房主体结构及水电器等机电管线系统落成后,晶片厂商需进一步完成电梯、暖通空调、HVAC等内部基础设施的搭建。 这一阶段受委后,厂商会开展环境验证工作,只有在温度、气压、湿度等各项指标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才会正式搬入量产所需的核心设备。 不同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周期从数小时到数天不等,而晶圆厂中的高阶深紫外曝光机、DUV与紫紫外曝光机、EUV,其安装调试耗时远高于其他设备。 无论如何,首批设备的安装、连条及小批量量产的筹备工作,整体仍需耗费数月时间。 尽管初期产能有限,但台积电仍有望在2027年于亚利桑纳州实现3奈米制成晶片的量产。 此外,台积电已于2025年4月启动亚利桑纳州21号晶圆厂三期专案的建设,该产线将具备2奈米及1.6奈米级晶片的生产能力。 台积电希望加快三期专案建设进度,从而推动更先进制成晶片的产能落地,同样实现提前在美国量产2奈米、1.6奈米级晶片的目标。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之前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在头部美国客户以及美国联邦州是各级政府的通力协作与大力支持下,台积电正持续加快亚利桑纳州的产能扩充步伐。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显著,专案执行情况符合预期。 此外,基于客户对人工智慧相关晶片的强劲需求,台积电正筹备在亚利桑纳州加速技术升级,早日导入2奈米及更先进的制成工艺。 那么台积电如此积极地把产能转移到美国,就不怕技术泄密吗? 这也是台湾半导体业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台积电之前多次表态安抚质疑,表示最先进的工艺还会在总部基地生产。 现在更有主管部门出来表态放风,表示关键技术都会有管制,而且参与人员也会纳入其中,台积电未来会推进到1.4奈米工艺,需要满足N-2要求后才能出海。 N-2意味着海外基地生产的工艺要落后台积电本土两代才能转移出去,比如台积电当前最先进的量产工艺是2奈米制成N2,那么海外生产的就是5奈米级别制成N5,中间还隔着3奈米工艺落后两代。 未来台积电量产1.4奈米制成A14工艺之后,2奈米工艺才会在美国生产,中间隔了1.6奈米工艺制成A16。 另外,台积电积极推动海外布局,由海外媒体指出,这波全球扩张并非单纯依应市场需求,而是在地缘因素升温,各地力推晶片制成回流的背景下,被迫做出的战略选择。 事实上,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早年便多次对海外设厂的成本与效率提出警示,如今美国亚利桑那州厂所面临的高成本与供应链问题,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台湾模式能否复制的讨论。 海外媒体New Evil Potter报道,张忠谋早在1996年,就亲身经历过美国金元厂投资失利的案例,因此对亚利桑那州设厂计划保持保留态度,甚至曾形容是代价高昂,却徒劳无功的尝试。 他认为台积电的竞争力来自高度集中的产业生态系,而这正是台湾常年累积的成果。 报道,以新竹科学园区为例,晶片设计、制造、封测,以及材料、设备厂商皆在一小时车程内,形成高度紧密的分工合作网络。 即使台积电业务遍及全球,目前仍有超过九成的产能与员工留在台湾,这种集中优势成为其高效率与高获利的重要基础。 公司甚至建议美国员工需适应台湾的工作文化。 虽然亚利桑那州厂尝试复制台湾的生产效率,不过,该厂的实际运作显示,即便最初在4奈米制程上具备竞争力, 但晶圆成本仍明显偏高,原料与设备供应不足,使其仍需仰赖亚洲供应链。 此外,当地熟练劳工短缺,行政流程繁琐,也进一步推高营运成本,拖慢投产进度。 除美国外,台积电在日本与德国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主要聚焦成熟制程, 以满足Sony、博士等客户对影像感测器的需求。 报道认为,海外扩张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强化台积电的战略地位与吸顿角色, 另一方面也引发先进技术与人才外流的隐忧。 台积电方面则强调,海外设厂皆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 报道认为,地缘因素与各地补贴政策,以迫使台积电做出原本可能不会采取的决定。 而这样的策略是否能长期成功,仍有待时间验证。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